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建筑 学建筑为什么不做建筑 你那么胖我就不知道学什么 你最擅长什么 我最擅长在适当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 加班不给钱你能接受吗 上班是不需要公司的 你逗我的 谢谢你逗我的 你有什么优点 我最想不把公司 是怎么让你保持这样的优点 多穷 你有什么组织或领导能力 有 举个例子 我今天几个都是大工 你有家事吗 那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是因为吵的 我们试用期工资很低的 你能接受吗 我试用期不好工作 你才接受吧 你有什么特长吗 你咋不说你脸特长呢 哈哈哈 那你对什么电脑软件比较熟悉呢 小雷 我看你这样的年薪还有十万 那我只要一天了 你要不定给人家 what 你给我微信片你这理由 董事长是我爸 哦 跟不及你没录用了 恭喜你 你得开心了 嗯 哈哈哈 星月 我飘飘 飞风 小 小 哈哈哈 哎呦 什么 哈哈哈 渣男 不是 怎么啦 亲爱的 为什么宗强 我给你发胃气不回 嗯 我 哎呦 什么呀 我昨天去许中西洗澡 所以我才没看到 那你说 你脖子上的小草莓是怎么解释 嗯 小什么小草莓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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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利荣怪你自己故意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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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什么草莓啊 这是我嗓子发言自己揪的 就不喜欢我了 哪有啊 那我走 我走 三更多 你又我又全都要 不是 李宝贵 我没得罪你吧 你别听他乱唱 那你说我是那什么 你肯定是我的 兄弟啊 行啊 兄弟是吗 没有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到底是那什么 你肯定是我的 还有什么 行 朋友 还不如兄弟呢 分手吧 你直接走啊 找个黑人 黑人你敢信吗 你怎么还有脸 回来找你别恶心我来行吗 那你之前对我那么好 咱俩不能不明不白的分了呀 能明白吗 你都跟黑人跑的能白吗 你别说话黑人 那么就不是什么黑人 你摸着行吗 我等我女朋友呢 哟 现在不甜 我干准别人了是吗 你够了 男生你先冷静冷静 李生这次过来 也是想找你好好聊聊的 能说说自己的情况吗 我跟他谈了一年恋爱 当时是我追的 这是我这辈子做最错的一件事 那你也是自愿的呀 而且我对你也挺好的呀 挺好 哪来挺好 真拿我当你家狗呢 那你不也挺乐是吗 你也没少给我买东西 我就是见 之前我俩异地 我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 本来合计一起去看 结果考验没有时间 我就合计把票都给了发 让他跟他归蜜去 结果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他竟然找了个老外 找了个黑人 黑人你敢信吗 我也没和你说 我跟谁去看的呀 听谁说的 你亲妹妹告诉我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 他可真是隔不着往外拐 我俩就是清清楚楚的朋友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真恶心 你就是他心女朋友啊 你不怎么样啊 我再不怎么样 也比你这个脏东西强 你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因为他是我女朋友 没有错了人 我明白我不该太依赖 早一点都被自己坦白 何苦才他走开的 孩子不是你的 你给我挤 你看 脱呀 你给我脱呀 继续 还有呢 这次对不起我没有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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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王浩 你明好在大街上把衣服裤都脱了 也不愿意把孩子放前来给我是吗 对 哪怕我净身出不过 我也绝对不退上一步 王浩你别忘了 我才是孩子他妈 那想让孩子做有没有妈呀 孩子才五岁呀 你心多狠呐 要不是那天我见你下班 你还要瞒我多久啊 干嘛咬着势不放啊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他是你前男友吗 你想想怎么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 那我又能怎么办 养孩子不需要钱吗 还是说车贷房贷不需要钱啊 就凭你那一个月八千的工资吗 还是说凭你那五险没有一级的工作呀 那我至少一直在为这个家奋斗吧 告诉你啊 必须把孩子放钱给我 给你个屁 就你这样的 我不会给他找个新嘛 免得跟你学坏了 我是他妈 他学了什么呀 跟你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他是海的父亲 他有意义把孩子培养成人 这我自己家事啊 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讲 你知不知道你送过一个多好的男人 有必要知道 来你看看这个 其实王王宝都知道孩子不是在吃 但他一个字没提 为什么呀 因为孩子是 我不希望孩子知道他有你这样一个妈 马后 不去 马后 就造球年来不行吗 他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 那这样 我也可以 如果你想看这个孩子 随时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要跟我抢孩子的保养权 没门 ok了 千万不要跟孩子比得过 为什么 怕得嫌弃你这个妈 小堂的白鸽 不可请我偶远 就像我偏不小心风下的他 时间怎么 就想 哎呦 咱们婚纱干嘛去啊 不是你怎么这么夜婚不散啊 我们准备去拍婚纱照 你赶紧滚 想拍婚纱照什么 我别让你吹 不是 你有病吧 我没病 哎姐妹 你什么眼光 就他这样 你还跟他拍婚纱照呢 不好意思 我觉得眼光挺好的 我很爱我的男朋友 请你离开 呀 他不会还不知道呢吧 哎我跟你说呀 诺诺 我跟你已经分手了 不是李亚军 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咱俩回家好好说吧 不行 你现在给我说清楚 我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 赔了不少 但是你相信我 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能缓过来的 咱俩 先去把婚纱照拍了吧 还拍什么拍呀 我看着没有这个必要的 不是童童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我就是赔了点钱 这多两年 我肯定能预长过来 两年 两年我可找得更好的了 我没有时间陪你玩 就这样 再见吧 快吧 那也是 我就说我赢了吧 他们早就说了 你那小女朋友 根本就不靠谱啊 不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你赢了 童童 你每天什么都不做 我在你身上 看不到一点爱意 到时候在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两眼放光 我都不知道你是爱我的钱 还是爱我这个人 所以 我今天特地找我这个朋友 来帮了我这个忙 不是 那他到底是谁呀 因为找人套路我了是吗 不是我套路你 是你自己不争气 我的妻子一定是一个 能够陪我一起奋斗 一起同胖共苦的人 既然你不愿意 那么自然有个愿意 原话送给你 我开手 行 别吵我 小糖的白鹤 不愧情我偶遥 就像我偏不受幸福 小雪 以前是我不对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我错过的女孩是你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脚藏的白鹤 不会情我无缘 海的故事 只有海鸿来回他 时来的阳光 就不要 不怕 和我 老弟有点上楼了 我起开 李芳你躲着我什么意思 起开别当我搬家 喜欢搬家是吧好 让你搬我让你搬 你又在这发什么疯啊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把我爸妈接来 大家就分手 大家就分 你说什么 我说分手 现在立刻发生 不是 就因为这样小说你至于吗 我至于吗 你爸你妈把房子卖起来 给你弟弟买房 现在没有地方住了 要跟咱俩常住 凭什么 又凭他们是我爸妈 他们来故业家住怎么了 咱们结婚了吗 就算结婚了 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他们没嫌弃你那一百来宾米的小破房子 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 老子不用他们给 这么多年你爸妈正眼瞧我一会儿啊 就因为我没有学历文化低 是农村出来的 他们就一直看不起我 现在没地方住了 想起我来了啊 我就那么廉价吗 不是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现在不让他们过来住 他们住哪啊 他们爱住哪住哪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初我妈生命起来起来肯定 你和你妈推三四四的 愣什么呀我妈来 你们干的是人事吗 不是 那有必须在村里看呗 来城里多浪费钱呢 我花你们家一分钱 那钱是我自己挣的 我愿意给我妈花多少花多少 用来到你们家只要花钱吗 你也在这儿跟我捧吧 唧唧的 你能孝顺你父母到我父母这儿 就不行了是吧 姑娘你差不多得了 咱还要点脸吗 你谁啊你 我俩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老弟哥支持你啊 我说啊你自己去孝顺 那个房子是你爸妈自己要卖的 想让我为你爸妈的许用品买单 你做梦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许用品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你就这么对我是吗 那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当初你爸妈冷藏热 你为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熬夜加班的时候 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吗 这么些年 你我家里拿回来个一分钱吗 可是 行了 我给你两天时间 从我家里扒准了好不好 李峰我告诉你 你今天跟我分享 你给我别后悔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开心我还来不及呢 你 滚了 算了啊 我明白 都不该太依赖 早一点都对自己坦白 何苦才看 疯了你不疯了 你马上给我剪出来 你有拼吧 我告诉你我剪不了 不是你 别别别 算了算了算了 都是因为你 在这装什么好人的你 你怎么说话呢 你给我站那 我告诉你王家瑞 现在马上给我妈道歉 凭什么呀 我看一看的呀 他拿那些东西 弄得我家一股恶心味 干不干净啊 胃不胃生 我这怎么了 你还有良心吗 我妈自己都不舍得吃 当宝贝似的 拿过来给咱俩 给你 无视现殷勤 他不就是有点小毛病 想让你花钱带着去看吗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不能花这个钱 上次咱们看上那个车 你都搭一下 就要给我买了 现在沈阳物价多高啊 他要看 让回去看去 我车票给他买完了 今天晚上 我必须走 谁让你进票的 她是我妈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撵他走啊 我今天怎么了 她是我妈 我告诉你 别说他住几天 他就住一辈子都行 轮不到你大呼小叫的 这是他亲儿子家 那咱们天天就把话说明白了 我跟你妈 你只能选一个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选呢 别远了 我选我妈 这就是你家 平时你耍点小脾气 我就忍你了 你今天来挑战我底线是吧 不是 你找能耐了是吧 这把样了是吧 从今天开始 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我选我妈 我永远都选我妈 哦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想不多 妈 走 咱回家 年少的情况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